昨晚21点50分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椅运载火箭 成功将卫星互联网高轨卫星03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538次飞行 有许多观众关注到了这次发射的卫星的名字 提出了一些疑问 高轨卫星和低轨卫星有什么区别 这是提供互联网的卫星吗 我们接下来通过一条短片了解一下 目前我国在高轨和低轨都部署了许多的互联网卫星 在这两种轨道上运行的互联网卫星 都能够为地面上的用户提供互联网服务 高轨卫星和低轨卫星的区别 主要是轨道高度差别 所谓高轨就是距离地球36000公里左右的轨道 这条轨道也称为地球同步轨道 或者地球静止轨道 这是因为在这条轨道上 卫星绕地球一圈的时间为24小时 而地球自转一圈的时间也是24小时 所以说卫星和地球的自转周期相同 加上它们的运行方向相同 所以在地球上看 卫星就好像不动 所以我们称它为地球静止轨道 它可以在某一个地区上空定点 使卫星的天线指向另一个固定的地区 这样就能实现两地的通信 高轨卫星站得高 看得远 理论上一颗卫星可覆盖接近三分之一个地球表面 三颗卫星即可覆盖全球除两极以外的地区 但由于距离太远 信号损耗太大 一般来说需要地面设备有较大的天线和用较高的功率发射信号 低轨卫星一般距离地表在几百公里到两千公里左右距离 近年来低轨互联网卫星开始流行 并大规模组网 低轨上运行的互联网卫星信号损耗小 但低轨卫星运行速度相对地面运行速度高 超过七公里每秒 所以需要大量卫星组成星座来进行连续覆盖 未来随着更多互联网卫星的发射 我们将会享受到更加便捷快速稳定的通信服务 在飞机高铁游轮上顺畅看视频直播也有望成为现实